安徽有两个最有梗的城市 一个是蹦不住了的蹦步 另一个是五湖起飞的五湖 在进资赶考的资博 被狂飙带火的江门走红之前 五湖早就起飞了 作为地域咸阴梗的杰出代表 蹦步五湖的走红是2020年 有意思的是因为电视剧长月记名 蹦步今年二次泛红 蹦步和五湖作为安徽 南北城市的代表 两个城市画风各种迥异 就像江苏苏北的徐州 跟苏南的苏州一样 蹦步和五湖一北一南 一咸一田 一个靠淮河 一个靠长江 一个是中原 一个是江南 一个多平原 一个多山地 一个种小麦 一个种水稻 蹦步和五湖代表着安徽的 南北两极 晚北和晚南 蹦步之所以叫蹦步 因为古代产荷蚌珍珠 五湖之所以叫五湖 因为水里面长满了水草 就跟低调的安徽一样 好多外地朋友自动忽略了低调的五湖 五湖是安徽的第二城市 熟生千年老二 是最当达的晚南明星 只不过省会合肥 有一点是一家独大 你搞得五湖有点黯然失色 别看合肥是现在安徽的省会 论历史悠久地理位置 五湖各种碾压合肥 五湖位于晚南的东北 五湖的北边是江淮平原 南边是晚南的山地 古代五湖 西边是京楚 东边是五月 万里长江在五湖穿承而过 三国时期 过量草船借鉴的故事 就发生在五湖 明秋时五湖一直是四大米市之首 四大米市的成员 你可不是随便当的 它相当于现在的一线城市 北上广深 占据水运交通 商贸中心 粮食主产区等各种便利 五湖位于清一江 跟长江交汇处 让五湖作用了安徽第一港 也因此得名 长江巨部晚至中间 1876年 五湖成为安徽第一个开步的城市 安徽发展近现代经济 最早的城市 对安徽的发展 起到了各种辐射带动作用 作为三大商帮之一的灰商 当年从灰州出发 好多人把实战报复的第一站 放在了五湖 一飞冲天的五湖 很快成了近现代安徽 最闪耀的明星 1952年 位于晚中的合肥成为省会 开始了在安徽的一季绝尘 还成了安徽唯一的万亿城市 作用长江 通达四海的五湖 虽然是千年老二 可存在感 它就是不怎么高 五湖也不能气馁 五湖现在不入围南京都市圈了吗 五湖起飞啊 是早晚的事 灰京的名字可不是白叫的